韩国瑜上任后在次委行政中心市长办公室 进进出出招待贵宾 这么重要的地方 一名摄影官竟然能多次趁着半夜来去自如 市府无姓员工 这个到市长室连续五次的问题 其实大家都怀疑 如果是我就任这一两个月来的五次 是非常合理的怀疑 是不是来换电池的 六到七天换一个电池 韩国瑜直言神鬼交锋 多次进出市长办公室 难道是要来更换窃听器的电池吗 高雄爆发台版水门案疑点重重 有议员就质疑 前朝摄影官去年12月25日31日 以及今年1月6日24日跟2月1日 五度闯入市长办公室 声称是说要拿红包跟灯笼 但重点来了 去年12月跟1月6日 红包设计根本就还没好 时间点似乎都不上 我们怀疑就是说 是不是在这一些过程里头 你所做的 其实不是要去拿这些纪念品 你是进行另外一项目的 那所以呢 这个也是让我们觉得奇怪的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拿这些红包啦 灯笼啦帽子 这些纪念品 其实在养工厨自己本身也会有配额 根据了解 其实这名无姓嫌犯 9年前就已经不是市长的摄影官 但他手上竟然还有市长式的钥匙 按照这场程序 市府门禁时间进入市府 警卫必须登记单位跟姓名 但当时他登记的理由却是加班 那明明是要去市长室拿东西 那他这个已经是不对了 那但是呢 他又写了一个不对的明目 他是为了要掩盖什么 从身影官离职转到养工处 但钥匙却迟迟没有交回 多次闯入韩国瑜办公室 东创事发又急着撇清 到底目的为何 实在令人非以所思 记者高雄这么报道 谢谢大家